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剛剛過了新年 我想大家跟我一樣都鬥了少少利是錢 今天我就想分享關於理財和儲錢 太多太多人問我 Hidy你買這麼多東西? Hidy你是Comicor 其實你儲不儲錢? 你們不要小看我 我是儲得錢的一個人 先說明 你看完這段影片你絕對不會發達 但至少作為購物狂 我看著戶口是覺得自己做到事 不會覺得心科 不會覺得下個月不知怎樣過來 甚至乎如果未來半年9個月 一年不上班 我是有足夠的生活費的 廢話不說了 我們現在開始吧 首先我們第一件事要做 就是開三個不同的銀行戶口 現在開銀行戶口已經簡單了很多 因為很多家銀行已經沒有他們最低的存款要求 即是我們拿著一百塊錢 已經可以去開戶口 他們的分工其實非常清晰 一號仔戶口就會是我的出糧戶口 我每個月的支出都會在這裡扣 扣到剩下的月尾 我就會把它扣到二號仔戶口 二號仔戶口就會把我每個月都放下的錢 例如去旅行的時候就會看這裡有多少錢 有什麼預算 然後選擇去哪裏旅行 然後到年尾 這裡剩下二號仔戶口的錢 就會全數扣到三號仔戶口 即是說三號仔戶口就會是我這麼多年的年尾儲存的錢 真真正正就是我的儲蓄戶口 三號仔戶口基本上的錢我不會移動 以前真的很怕自己花了的話 我會把它扣去做定期 雖然現在定期的顏色少到跌了都不覺得 但最重要是我做了定期的時候 我移動不了那筆錢 當然啦 那筆數越來越大 但你想做你的投資那些 隨便的 我自己就不太膽做這些 所以我也是擺在一套婆仔 儲存錢的 當你有這三個戶口 其實很清晰 你每個月可以花多少錢 你每一年可以花多少錢 那就不會有任何洗得了的情況出現 第二件事就會是單一消費模式 你知道的啦 現在給錢方法有很多款 有現金 有陣Payme 信用卡 百達通 等等等等的形式 其實你的錢完全不知道在哪裏放走了 所以單一的消費模式 很容易知道自己 那個月總共的支出多少 不需要計算這裏不需要計算那裏 我自己就喜歡用信用卡 我一個月是不會按錢多過一千元 是不是很厲害啊 我的錢包長期只有二三百元雜袋 甚至乎如果銀包有五百元 我可以兩三個禮拜都完全不會暢散它 一直放在袋子裡不用它 那我自己的拔特通 就直接拿去我信用卡那裏自動增值 所以全部的洗費都可以在信用卡的月結單 清楚看到我總共消費是多少錢 但是有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則 就一定要清卡數 我發現有很多人 剛剛出來工作 有信用卡之後 看得瘋了 是完全入不敷之 只是可以給面Pay 是一件很蠢很蠢的事 如果你只是給面Pay的話 你之後的利息是很厲害的 比你借大耳孔的 以我自己的卡為例 它的年利率是35.7% 那些利息是可以買到很多東西的 你知不知道 作為一個實際的購物狂 我寧願把錢去買東西 我都不會虧給銀行 所以記住 一定要清掉所有的卡數 如果你覺得自己是控制不了 把錢不到自己的話 那你就不要用信用卡 作為你的消費模式 你直接用其他方法 切掉所有卡 第三件事 就是每個月都要設日 作為你的月結日 以我自己為例 因為我將信用卡的節日 是23號 所以我自己都會設的月結日是23號 當我一邊買東西 一邊買東西 到十多號左右 我就會檢查一次 所以今個月我大約用了多少錢 我不會去想自己買了多少東西 但我要知道大約我的支出多少錢 當我每個月可以給自己去買東西的限 大約是五、六千元 當我去到差不多接近的時候 我就會停的 我就不讓自己再買任何東西 當然啦 吃飯、出街、車費、零計 但真的買的東西 我就會停止 直到什麼時候呢 就是我的月結日 23號之後 我就重申了 記住你設定了日子 你就會知道過了那一天 我又可以再買了 你就會覺得 唉 還是多忍幾天 還是多忍一個星期 下星期才出街買 無所謂 心就會好一點 你就不會有那種 拿著拿著 買得很不開心 很抑鬱的感覺 第四件事 就是要給自己一個限額 如果那件貨品的單價 是貴過某一個限額的話 要自己想一個星期 都是很想念它 才好去買 作為一個稱職的購物狂 我是很明白 買東西是有千千萬萬個理由的 例如 那隻認識家帽 今年很流行 哇 它真的很漂亮 包裝超漂亮 總之最後的結論都是 不買 對不起自己 久而久之 我家就堆滿了那麼多東西 甚至有時候 我忘記了自己是買過某些東西的 然後我發現了一個方法 是很好用的 我自己設定了 如果一件貨是貴過300元的話 我就要自己想一個星期 你一看到那個東西的時候 你的喜歡程度其實在這裡 然後過了三天 有機會它已經跌了 然後再過了一個星期 其實它已經跌到最低 甚至我已經忘記了它 這個方法真的幫我省了很多很多錢 那當然 總有一些貨是整個星期 每一天都很掛著它 很喜歡它 不斷上網看它 然後 一個星期後那一天 什麼街都不去 只是沖蓋買它的話 那些是真愛來的 值得擁有啦 以上這四點 就是我作為一個購物狂 怎樣瘋狂買東西 都可以存錢的一些小方法 大家也可以參考一下 其實我以前也做過月光族的 我最瘋狂的那一年 是一年飛了16次不停去旅行 真的完全存不到錢的 後來我發現 是很沒有安全感 如果有什麼事 突然間要錢去周轉 你是完全不知道在哪裡拿出來 我又不喜歡問人借 都不喜歡問銀行借錢 那所以呢 我就滴起了心肝 就一定要存錢 但是我又看了很多的理財書 買了很多本的收支平衡寶 我都存不到錢的 所以我最後慢慢fine tune一些方法 令到自己現在看著銀行戶口 是有踏實的感覺 那至少好像我之前濕疹 有9個月是遲了 即沒有上班 我都還可以生存到 生活到 是不需要擔心自己的醫藥費 和生活費 所以存錢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 先不要說之後 怎樣去發達 怎樣去投資 那些東西 我們不想著 最重要呢 我們是要由零開始 存到一個踏實的數字 我覺得這件事也是很重要的 新的一年呢 希望大家 除了身體健康 身體健康 真的很重要 除了這件事之外 大家都可以嘗試一下 一個新的理財方法 看看自己可不可以 再存多少少的錢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這條影片 如果你喜歡的話 記得按個讚 我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逢星日六屆時三點 逢星日六屆時三點 逢星日十二點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